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当然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当然反映投资人多于全球经济成长的一个担忧 那尤其是当这个美国的一个债券的一个殖利率的一个连曲线 呈现一个反转的一个走势的时候 也就是长天期的一个利率低于短天期的一个利率 那通常在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里面 都这个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意味的未来 是经济会陷入衰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之一 所以导致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信心 相对于也会变得比较脆弱一点 所以市场上其实在这种 就是说对于全球经济的一个衰退的一个 疑虑的一个压力下面 再加上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政治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包含这个我们看到 其实尤其是像这个香港的一个 这个抗争的一个活动 或多或少影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氛围 所以市场在上礼拜是呈现 就是明显的一个向下修正的一个行情 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顺有一派的人认为这个经济成长 其实有可能会陷入衰退 那国务联准会的一个官员 也在上个礼拜也多次的一个喊话 认为说其实这个殖利率的一个倒转 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指标 对于经济走势的一个指标 所以就是说还是有人认为 其实如果从其他的一个角度来看 包含像美国的一个零售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数字 虽然成长的一个动力 放缓了 可是基本上它还是呈现了一个正成长的一个走势 那再加上像以中国来看的话 虽然中国大陆的一个零售销售的数字的一个成长率 也比上个月稍微的放缓 可是还是呈现了大概5%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上涨 所以其实经济成长是不是会陷入衰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议题 其实目前是呈现一个多空辩论的一个角度 那这个其实也就反映在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上面 当然有一些不认为经济这么快会陷入衰退的 那甚至认为说其实市场的表现主要是受到这些政治不确定因素影响的 导致了一个市场过度的一个杀盘杀出 所以会有一些逢低买盘的一个买盘的介入 所以这个市场就呈现一个多空 这个上下震荡的一个行情 那当然展望未来 我想这个礼拜市场的关注焦点 会放在礼拜四的这个联准会的一个 这个Jayson Hall的一个谈话 那我们都知道Jayson Hall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央行的一个联会 那在这边到底联准会他的一个态度会不会反转在七月份的时候 他比较稍微并没有那么鸽派的一个态度 我想这是市场上关注的一个焦点 并其实从过去这个六个月以来的话 全球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央行 其实都是跟也就是说都采取了所谓的一个降息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个对于联准会来讲 联准会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央行 采取所谓的一个降息的一个动作 那可以看得出来全球的央行都采取所谓的预防性的一个 一个政策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在看这个全球的一个景气 当然除了一些经济数字的一个表现之外 其实这个央行的一个货币政策 它对于景气的一个支撑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那如果在全球的一个货币政策都呈现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一个环境上面的话 我们相信这个全球的一个资金动能 推升这个所谓的风险性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应该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那所以就从资金面来看的话 其实是有助于推升这个整个风险性的一个资产 那当然还是不能忘记这些政治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因为毕竟这些政治的不确定因素 应该短期内都很难获得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解决 那我刚刚提到这些政治不确定因素 包含当然就是中美的一个贸易的一个谈判 那另外还有我们看到 就是说比较小的一些政治的议题 包含像英国的一个脱欧的议题 会不会10月份真的出现所谓的没有协议的一个脱欧 那甚至包含我们看到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的一个边境的一些纠纷 那或者我们看到像这个俄罗斯内部的一些抗争的活动 其实也是在持续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全球的这些政治不确定因素 其实还算蛮多的 那这个或多或少都会影响这个投资的一个信心 那这个也是会让市场呈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起伏 所以在这个未来的一段期间里面 我们还是会建议投资人 如果你在做投资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持续采取所谓的一个巴贝尔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 那所谓的巴贝尔的一个投资策略 当然就是要兼顾成长跟这个所谓防御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布局 那在成长的一个投资布局里面的话 当然股市或者是这个高收益债券 当然是不可错过的一些相关性的一个资产 可是在防御型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资产的一个布局上面的话 我相信其实包含黄金或者是这个所谓政府公债的一个布局 或者是投资等级债券的一个布局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在资产配置里面很重要的一块 那这样的一个投资布局的话 才比较能够因应现阶段的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的一个状况 那也比较能够去追求比较中长期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资本增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 翠玲请教一下 您为什么刚才对于英国有可能硬脱欧 您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因素 基本上就我们来看的话 这些政治的议题 就是说英国的一个脱欧 它基本上其实是比较局限在英国的这个经济体 那我们都知道 当然英国其实它是全球第六大的一个经济体 那这个它的一个脱欧的一个事件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我们相信其实是相对 相对于中美的一个贸易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我们认为是相对比较小的 那是不是真的英国会 就是无血液的脱欧 我相信他们内部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个 争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在进行 那只是说这样的一个几率其实是越来越高 因为毕竟现在新上任的这个副总理的话 他基本上他其实是采取一个比较硬 就比较强硬的一个态度 那不过我们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议题 它虽然说它对全球的一个经济影响相对来讲是比较小 可是这样的会不会有一些连锁的效应 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小的一个政治不确定议题 全部的一个加种起来发酵的话 其实它还是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天一的一个效应 所以除了一些重大的一个政治不确定因素 大家可能还是要持续去观察之外 这些小的一些或者说区域性的一些政治的一个不确定议题的话 可能投资的人也要随时的观察 因为毕竟他对投资信心获得过少还是会有一些反应 那英国的这个脱欧的议题 我相信其实已经反映在英国的股票市场 跟英镑的一个汇率的一个走势上面 那后续其实如果只要一些好消息出现的话 也不排除都是一个危机入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 那只是这个不确定因素 我想可能会随着这个10月份的一个来临 也就是说进入9月之后可能也会越来越明朗 那其实投资人可能在做英国的一个投资布局上面的话 现阶段应该还是采取一个比较防御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 不需要太再照进的一个进行投资布局 是非常谢谢这个复达投信的投资部主管张翠玲 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也再次提醒这个投资人注意 因为中美贸易讯息 中美贸易大战的讯息是一直在变化 在投资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请不吝点赞订阅